在藍白驚嚇的成人影片 各支收集方法之後 你看喔 在藍白驚嚇成人影片 收集各支的方法 他說藍白驚嚇成人影片 可以收集各支 這一句話就是一個謊言 我跟你講這傢伙 就是用謊言帶過謊言你知道嗎 就是當自己被笑了之後 他就會做偷換概念 比如說藍白為什麼笑他 藍白是笑他說 這個250說用A片可以分析 個人的政治立場 然後他不敢講這件事情 他偷換概念說藍白很無知 因為他們不知道成人 A片會收集各支 對不對各位這偷換概念嘛 然後又說造謠 到底然後你看加一堆形容詞 OK然後你看喔 先回到這個禮拜重點罷免 錯囉為什麼 因為從頭到尾他都在轉移焦點 人家笑他說什麼自由派保守派 他不敢再講 然後開始說是藍白不懂 各支可以收集 看A片會被收集各支 事實上他這個也是在唬爛你知道嗎 來我問各位好了 沈柏洋在節目上 在多個節目上一直討論說 中國會利用這個包括VPN去監控你所收看的搜尋記錄 甚至是去看你的成人影片的記錄 講完這句話分析這件事情 對於台灣的安全 跟台灣的防衛 跟第五重隊的打擊 有沒有任何幫助 有幫助的打加一 沒幫助的打減一好不好 來各位我再問一次 沈柏洋花了好幾天一直在討論說 中國人他在討論那個共匪喔 中國人會用VPN 跨牆翻牆看A片 然後這件事情他們中共的會去收集 知道他們是自由派保守派 那跟抗中保台跟愛台灣 跟保衛台灣有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有關係打加一沒有打捷一 不是不是各位你們不要被他轉移焦點了 我就問他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關係 你看嘛是他自己搞笑 說 保守派自由派了 結果他後來現在也不敢講了 開始說藍白很無知耶 真的會有人用A片去收集個資啊 對但他講的是VPN嘛 只有中國人在用VPN嘛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沒有事情不會用VPN嘛 我們不需要翻牆嘛 結果他都沒解釋 然後就用一個造謠 取代自己的羞恥 然後用造謠遮掩自己的羞恥之後呢 再回歸到問題的核心 他說中國會用成人影片收集個資 好 我們就給你翻篇好不好 那我請問一下各位 討論這件事情 跟抗中保台到底有什麼屁關係 這件事情講一百遍就會抗中保台了 然後你看 開始轉移焦點 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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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移焦點 他想要翻篇 但我跟你講 沒有人在乎沈柏洋討論罷免 大家只在乎 沈柏洋討論 A片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 各位 這篇9個小時了嗎 對不對 你看一下 只有3000站而已 我跟你講 我講完之後 他可能就找網軍去灌了啦 但我不管 反正 我現在已經抓到了嘛 3000站 你看喔 A片 2.2萬 大家只在乎你講A片嘛 沒有人在乎你講什麼罷免 少來給我轉移焦點 來喔 成人影片的話題燒的火熱 雖然被斷彈取義 你看喔 他又說自己被撞彈取義 反正呢 沈柏洋自己說錯話 他就說造謠 斷彈取義 然後開始 講跟自己原本講的話 完全不一樣的話 然後開始在洗腦 轉移焦點 很有趣喔 我可以機會教育喔 中國有一家科技叫無為科技 在做心理測驗 各自去分析台灣的喜好 內容農場 那請問一下 這跟看一片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啊 就假的心理調查啊 我們不是啦 輿論戰中 收集各自分析喜好投放文章 這你民進黨也這樣幹啊 不是啦 各位 無為科技他在成人影片 跟無為科技有什麼關係 他又在偷換概念了嘛 我們在嘲笑他說 你從一個人你看A片的時候 中國會監看你 然後會知道你的政治形象 這句話很愚蠢嘛 然後他跟你扯說內容農場 來各位 內容農場跟看A片分析 政治形象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啊 不是啊 各位 各位 我知道有內容農場啊 那跟看A片可以分析政治形象有什麼關係 不要討啊 你看他又討了 然後說對人家取義 他這一段才跟他的髒跟他的意完全無相關啊 來喔 你看 這段節目問我VPN我就跟他說 用VPN會有危險性 我建議大家用安全的VPN 因為VPN公司會不會賣你公司很難說 不是啊 台灣你是在講中國人用VPN抗A片 台灣人沒事情幹嘛用VPN去抗A片啊 這就在偷換概念了嘛 那VPN也很危險什麼都很危險 那你要不要說用網路也很危險 沈伯良你知不知道 中華電信的合作廠商四方電訊 他也是 中國網通 中國電信的 sponsor 他也是他的供應商 他也是他的機房供應商 光鮮供應商 你知道嗎 我們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四方電訊 他提供中國網通跟中國電信服務 那他更危險啊 那我們中華電信很危險啊 大家都不要用中華電信 把四化網路全部拔掉 不好意思台灣的寬品全部都是中華電信的 台灣人都不要用網路啊 你這什麼邏輯 你說VPN很危險 那VPN為什麼危險 內容農場跟VPN這不同的事情啊 你在騙老人家 騙這些台派沒讀書 那2.2萬個讚 這種沒有讀書的文章 2.2萬個讚 各位我就跟你講了 假台獨真的是一門好生意 然後有主持人提到 有人用VPN看遍 我就順勢收 成人網站是個收集各自好的地方 大家小心 不是 你是分析說 看 捆綁片的是保守派 是自由派 你是分析說 看捆綁片的是自由派 看義母片的是保守派 然後看到同志片的時候你一直大笑 我完全沒有斷章取義 我完整把你的片段轉譯了 我完全沒有斷章取義了 甚至有研究說這可以判斷真實形 你看 Justine Let me let me know 他故意又講英文了 好像自己很聰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按下 你確認 你不在乎 你確認 很快 你確認 你不得不留意 我可以看來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得不得